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期视频我们来详细地聊一聊兰花的烂根 烂根对于兰花来说非常常见 不管是新手还是有经验的兰花爱好者 都有可能碰到兰花烂根的现象 好消息是尽管烂根比较常见 只要我们急躁地发现并采取一定的措施 兰花是完全可以挽救的 因此这期的视频我们首先聊一聊 如何识别兰花是否烂根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兰花烂根 如何预防兰花烂根 以及发现兰花烂根后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最后我们再分享一种我认为比较有效的 可以从烂根中拯救兰花的方法 希望这期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您喜欢这期的视频麻烦点赞留言 以及分享给更多的花友 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可以考虑订阅一下 后面我们会有更多免费精彩的视频 谢谢您的支持 首先我们如何辨别兰花是否出现烂根呢 兰花烂根的症状跟平时浇水过少 所导致的症状极其相似 烂根和平时浇水太少 都会导致兰花的叶子 甲林茎 皱缩 变黄 叶子掉落 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 因为兰花烂根后 也就是兰花的根系已经烂了 即使您浇再多的水 它也无法吸收水分 从而导致兰花缺水 出现的症状跟平时浇水过少 所导致的症状一样 因此如果您平时浇水还行 没有忘记浇水 但是您的兰花叶子和甲林茎依旧皱巴巴的 叶子变黄掉落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烂根导致的 如果是因为浇水太少 那么我们增加浇水的频率 以上的症状就会有所缓解 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可以识别兰花烂根的症状 就是兰花的根茎或者甲林茎 慢慢的变黑 这个黑色会慢慢的扩散 一般是从老的根茎 甲林茎先开始 慢慢扩散到新的根茎 甲林茎 当您发现这种现象 说明兰花烂根了 如果您可以直接看到兰花的根 可以用手摸一摸 健康的根比较硬 烂根是软维棉的 中间已经变成空心的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兰花的烂根呢 主要有三种原因 第一种 兰花的栽培戒指不透气 排水不好 大部分兰花是在透气性 非常好的环境中生长的 比如说附着在大树上 岩石上生长 因此我们平时栽培兰花用的戒指 包括树皮块 苔藓等等 这些有机的戒指时间长了之后会降解 比如说一块树皮降解 从块状变成了粉末状 这时候粉末状的戒指透气性极差 排水不好 如果不及时给兰花换盆的话 就会导致烂根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 如果您栽培兰花用的戒指会降解的话 我们应定期给兰花换盆 比如说两连换一次盆 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无机的戒指 像火山石 木炭 大块的珍珠岩等等 这些无机戒指不容易降解 因此栽培兰花维持的时间较长 另一种方法就是直接将兰花固定在大的树皮 树干 木制的篮子 或者岩石上裸根生长 因为兰花的根是暴露在空气中的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烂根 但是使用这种方法时 平时要保证较高的空气湿度 每天都要给兰花喷水 第二种导致兰花烂根的原因 是平时浇水有问题 平时浇水过多 浇水的时候水没有排干净 导致兰花的根泡在水中太久 尤其是秋冬温度低的时候 低温加上浇水过多 或者泡在水中 很容易导致烂根 因此最佳的给兰花浇水的时间是早晨 白天气温较高 夜晚气温低 夜晚浇水容易导致烂根 第三种导致兰花烂根的原因 是密别的环境 我们都知道兰花喜欢较高的空气湿度 但是如果空气湿度高 周围的空气流动差 就会造成烂根 空气湿度高的时候 一定要增加空气的流动 空气流动增加 就不容易滋生细菌 就不会造成烂根 室内我们可以用电扇来增加空气的流动 如果室内干燥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如何预防兰花烂根 栽培兰花时 我们应选用透气性好的花盆 比如说紫砂盆 桃盆 带洞的瓷盆 带洞的塑料盆 如果您的塑料盆没有洞 我们戳几个洞就行了 可以增加透气性 栽培兰花时 选用透气性好 排水好的戒指 兰花盆中的戒指 一般是表层或周围的戒指先干 中间的戒指最后才干透 因此在种兰花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花盆的中间 放一些无机的戒指 周围和表层 用一些小块的有机戒指 这样可以保证盆的内部和表层同时干透 浇水比较容易控制 另外一点就是 在给兰花换盆时 一定要将不好的老根 烂根清理干净 保留健康的新根 有些不好的老根 尤其像卡特兰 如果没有清理掉 换盆之后就会烂掉 增加烂根的速度和几率 当我们发现兰花烂根后 该怎么处理呢 首先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换盆 在换盆的时候 您可以看一下兰花的根茎 以及它的枝干 甲铃茎 捡去那些烂的不好的老根 被感染的根茎 甲铃茎也得剪掉 我们在剪根茎的时候 您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伤口 如果您剪的地方 它那个伤口处 还是带一点黑色的话 那么一定要接着往下面剪 一直剪到您那个伤口处是绿色 这样就可以保证 生鱼的部分是健康的 没有被感染 在剪伤口的时候呢 我们要对剪刀进行消毒 可以用火直接烧灼一下 等它冷却之后再使用 剪掉被感染的根茎 甲铃茎之后 我们在伤口处撒一些肉桂粉 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 将那些烂根老根处理完干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重新来栽培兰花了 栽培的时候 那么这次呢 我们可以多使用一些无稽的戒指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提到的 火山石 木炭 珍珠岩等等 换盆之后 我们可以适当减少浇水的频率 也可以将兰花呢 放在离电扇或者通风比较好的地方 这样呢 可以防止再次烂根 这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比较有效的 可以防止烂根的一种栽培方式 这颗兰花呢 是百拉索兰和卡特兰的一个杂交品种 它这个现在是第二次烂根了 第一次烂根的时候呢 我们处理了一下 将它重新栽培在这个花盆里面 但是没过一段时间呢 它又出现烂根了 您可以看一下 它那些旧的甲铃茎已经干枯了 这个甲铃的症状呢 继续的往下延伸 那么下面呢 它一个叶子已经开始变黄了 叶子变黄变黑之后呢 它就会掉落 然后接着甲铃茎皱缩变干 它这种症状呢 会一直的延续下去 直到感染整个兰花 所以说当我们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一定要及时的处理 如果您不及时的处理的话 那么没过一段时间 你这个兰花就无法拯救了 那么我们将这个兰花从盆中拿出来 我们在那个叶子变黄变黑的那部分呢 将它剪去 剪完之后 我们看了一下它这个伤口 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伤口处啊 是这种翠绿色的 那么表明 我们已经将那些被感染的部分 彻底的剪掉了 那么剩下的这些部分呢 是健康的 没有被感染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剪去的部分 它这些甲铃茎啊 都已经干透了 然后这个叶子呢 也变黄变黑了 同时它的根呢 也是基本上都烂了 那么我们剪完剩下的这个健康的这一部分呢 它的根 有些根也不太好 我们把那些不太好的根也给它剪掉 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保护这些新的根 那么这些新的根呢 您可以看到是这种白色的 它那个根的尖端呢 是这种翠绿色的 兰花处理完后 我们将这个兰花固定在这个木质的篮子上面 让它裸根生长 这种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能够防止烂根 兰花放在这个木质的篮子上之后呢 我们要用一些铁丝给它固定住 这样不要让它的兰花晃来晃去 如果兰花晃来晃去的话 可能会损害它的新根 固定之后会有利于它新根的生长 下面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根的周围 塞一些石头啊 木块啊 或者是这个红酒瓶的瓶塞 我们在喝完红酒之后 可以将这个木质的瓶塞 收集起来 用来栽培兰花 这边我们在它根的周围 稍微放了些戒指 填充了一下 这个其实有没有戒指都无所谓 没有戒指的话 它这个兰花 也会缠绕在这个木质的篮子上面生长 这个兰花呢 是去年的时候烂根了 那么去年我们处理完之后呢 它接下来就长了一些新根 发了一些新芽 那么到现在有将近一年呢 您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根呢 都已经紧紧地缠绕在这个木质的篮子上面 根系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发达了 现在呢 它也长了很多这样的加铃镜 那么总的来说呢 这颗兰花是拯救回来了 现在的生长状况是非常好的 这期的视频 我们详细地聊聊兰花的烂根 希望这期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或者疑问的话 请在下方留言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